嘿嘿,我们深入海洋,去看看哪些看似恐怖的动物是朋友吧。 我们游在斐济诺亚巴拉瓦岛附近的热带海域。 你看得到那些福斯金龟车尺寸的巨大生物吗? 这些是鬼符红。 它们有长边般的尾巴,以及巨大扁平的钻石型身体。 鬼符红有两个品种,珊瑚礁性鬼符红和大洋性鬼符红。 它们和鲨鱼同钢,不过只有下额上有小鸭。 它们以浮游生物小鱼甲壳类为食。 鬼符红是社交动物,而且喜欢人。 一旦你让它们靠近你,它们会绕着你游观察你。 可别追它们,因为它们游超快的。 它们名字的意思是斗篷或毯子, 而且它们拥有全海洋生物之中等身比最大的脑。 这些家伙认得出镜子里的自己。 金黄托鹅龙头鱼随之在后, 即使项目不佳, 它可是你在日本、中国和韩国潜水海域遇得到最友善的鱼之一。 它的双额和头上都有凸起, 喜欢躲在它的海魁里, 而且通常很怕出门, 虽然它有一百厘米长。 它们其中一位在三十年前与一位日本潜水人发展出友情。 潜水人发现那位鱼的时候, 鱼受了伤, 它协助鱼复原。 这位潜水人是一座水下神社的管理员, 它皆由敲水下的钟叫鱼过来。 该去跟世界上最大的鱼同友了, 金鲨。 这些生物虽是鲨鱼, 它们与鲸鱼有许多共同点。 它们能活一百岁, 不过脑子很小。 它们对人类没进去, 这些家伙不在乎任何不能吃的东西, 而且不像其他鲨鱼, 它们不会咬你。 金鲨是绿石动物, 它们确实有牙, 三千克, 却不使用。 它们嘴巴很大, 就像我, 可是喉咙尺寸只有四分之一。 接下来, 这位是翻车鱼。 一位没有尾巴, 而且看似被切成一半的鱼。 它有很大的鳍, 而且你看到它破水而出时, 会以为鲨鱼来了。 翻车鱼潜入深水中, 让其他鱼帮它去搅置和除寄生虫。 做完之后, 它就会回到表面做日光玉。 它嘴也很馋, 如果它看到你在水里, 很可能会靠过来观察你。 你用不了一天, 就可以用掌心喂食了。 该换看起来总是在笑的动物了, 平比海豚。 最爱社交的海中生物之一, 而且成群结队。 它们喜欢游泳, 打猎, 养小海豚, 与互相帮助。 平比海豚是非常优异的俑者, 最快可达每小时三十公里。 它们通常上到表面来, 透过头上的喷气孔呼吸空气, 这些生物善于沟通, 而且会互传讯息。 它们使用回生定位导航去寻找食物。 当它们看到人类, 它们会很友善, 过渡到它们放下戒心, 让其他如鲨鱼等海中生物有可乘之际。 来到太平洋海岸, 我们会遇到灰鲸。 它们皮肤上的寄生虫和其他微生物, 让它们的稳步看似粗糙的石头。 我们得先看好的一面。 灰鲸可能攻击大的小艇, 船只或大船舶, 若是它们觉得小鲸鱼有危险, 不过它们一般很友善, 而且似乎不受华独木舟的人影响。 在某些案例中, 它们会靠近小船, 让人类摸它们。 虽然法律规定你要保持距离, 如果它想靠近, 它就会。 如果它觉得受威胁, 它会很有侵略性。 我让你看看头上有工具的鱼, 双激胶。 它们的头骨会协助打猎, 它们的眼睛会于榔头的两侧外远, 让它们拥有360度的垂直视角。 但它们的鼻子前面有盲点。 它们的头像是金属探测器, 它们想要的多数东西在沙的表面下, 因此它们把头轻轻探进沙子里, 把下面所有东西扫出来。 你在温热带水域的海岸边和外海都看得到它们。 它们通常常全行动, 多数对人类及潜水者无害, 不过也有少数比较粗暴的例子。 可是在此之前, 它们会有很多警视讯号, 潜水人员知道要怎么处理。 我要让你看个小一点的东西, 海狮, 这些生物有点麻烦。 它们爱玩, 粗暴, 自大, 聪明, 而且最重要的, 好奇, 海狮无法在水里呼吸, 但它们几乎能下潜300米, 而且能长时间屏住呼吸, 它们用鼻子呼吸, 可是一旦把头放进水里, 它们的鼻孔就会闭上。 它们要是看到有人在海滩上, 它们会远离, 等人离开, 野生海狮对谁都不是最友善的, 尤其它们如果觉得受到威胁, 好亲近的那些是豢养训练的。 下一位是白鲸, 它们白白的头秃秃, 而且列明你遭遇的对象中最爱社交又最吵的。 它们嘴巴朝上, 看起来像是在笑。 白鲸出生时, 它们是深灰色的, 它们的皮肤要八年才会转白, 它们能借由把空气吹进豆腔周遭来改变头型。 白鲸喜爱人类, 它们一旦与人类交朋友, 就不想离开了。 虽然它们是野生动物, 它们会太过于信任人类。 海洋生物学家建议, 为了它们好, 请离远一点。 你听过海里的牛吗? 这些是海牛。 它们有些在河里, 有些在海里。 虽然它们很大只, 通常却待在沿岸潜水区, 大嚼海草、树叶与海藻。 海牛每隔四分钟左右会把头伸到水面上呼吸, 但它们可以避其更久。 它们行动缓慢, 而且就算美海豚聪明, 它们还是懂得颜色。 这些家伙是温柔的巨人, 而且它们喜欢靠近人类寻求温暖。 下一位, 我们这儿有象沙, 世界上第二大的鲨鱼。 它们的嘴是最令人赞叹的特征。 像我一样, 因为打开超过一米宽。 好, 你赢了。 这些生物的样子蛮吓人的, 但虽然尺寸这样, 它们对人类无害。 潜水人与它们同游, 它们非常善于交际, 能一百只结成一群。 它们游在靠表面的地方, 过滤浮游生物为食。 它们也有很多没在用的牙齿。 你知道哪种生物能大声唱三十分钟的歌吗? 我知道, 贝瑞曼达滴。 嗯, 年代可能太久远了, 其实是大齿鲸。 科学家不确定它们为何发出这些滴吼与声音。 它们可能是要跟其他大齿鲸沟通, 吸引伴侣。 你会在沿岸看到它们吃小小的食物, 并用它们的尾鳍在水中推动前进。 大齿鲸没有灰鲸友善, 因为它们很小心。 但它们却是海洋的英雄, 它们会从虎鲸手中拯救动物。 而且, 专家说它们有能力做决定以及解决问题。 有一次, 一只大齿鲸介入从鲨鱼手下救了一名鲸鱼生物学家。 现在, 我们来找出伪装专家, 加勒比海骄章鱼。 特殊的颜色细胞让它融入沙子和海洋岩石的粗糙质体当中。 但加勒比海骄章鱼是独行侠, 它们喜欢独来独往。 这种生物也只有一米米大, 它能长到几乎13厘米, 而且腿能长到一般人的脚那么长。 如果你太靠近, 它们很可能会变成蓝色。 警告说, 它们觉得受到威胁。 虽然它们倾陷于人, 最好还是保持距离, 让它们保持冷静。 有种走起路来像活体吸尘器的怪母怪养生物住在漆黑的深海里。 我讲的是海猪。 它们的名字来自粉红的身体, 尺寸则能放在你的手掌中。 这些生物不游泳, 它们在海床上行走。 它们的腿包含五到七对放大的管足, 而且它们嘴边有触手, 能拨弄泥巴, 找渣渣吃。 可口了, 因为它们很脆弱。 它们皮肤有毒, 用来防其他海中生物。 你要是有遇到, 它会蛮友善的。 不过, 要是想留着当宠物, 你会需要很深的渔缸。 讲到黏乎乎的水中生物, 那就来讲治水母。 它们是友善的动物, 喜欢在温暖的夏日夜晚游到岸边。 治水母有两种, 有些有两只触手, 有些一只都没有。 你晚上也看得到, 因为它们在黑暗中会发光, 点亮海水, 其中一种是疯传水母。 它在沙上面看起来像一团透明的果冻, 尺寸能放在茶石上, 不像其他水母, 治水母不会遮, 因为它们没有遮磁细胞, 跟它们同友是安全的。